那这次蔡英文访美 可以看得出来双方都主动 过去还有主动跟被动之分 那现在呢 双方都主动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现在接续着我们谈第二个问题 就是蔡英文访美 有没有谱 那当然大陆朋友 香港朋友 台湾朋友 认为呢 我讲的可能会有点问题 但是 现在台湾外事单位 已经正式对外宣布 他解释了这件事情 他解释了说 他说蔡英文访美一程序进行 有进一步的成果会向大家报告 过去啊 李登辉也好 陈水扁也好 马英九也好 蔡英文也好 至少在2022年以前 说所谓的访美都是秘密进行 没有一个外事单位他敢承认 说现在正在进行中 就是说 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马英九包含蔡英文前期去访美 那个都是秘密进行 那所谓的秘密进行呢 是必须要得到美国的同意以后 我们才能发布消息 那现在看起来蔡英文是大啦啦的讲 我现在正在进行访美的行程 这个安排的程序已经告诉了美国政府 那美国政府什么时候同意 什么时候答应 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会跟大家宣布 换句话说 美国不排斥蔡英文访美 现在我们来探讨蔡英文访美的时机 第一个去瓜地马拉 就是中国大陆讲的维地马拉这个地方 参加台湾友邦峰会 就是由蔡英文跟维地马拉总统共同主持 况且这个计划书已经订出了 这个是过境访美的模式 那第二个美国八大智库 美国八大智库 邀请蔡英文访美 在智库发表演讲 这个是直接访美 那第三个 他还有一个模式 就是说蔡英文的母校 或者参众两院 要不要请蔡英文发表演说 这个是直接访美加直接访美 这个等同于官室活动 官室活动的一部分 那第四个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是众议院院长 邀请蔡英文访美 而不是美国的国会议员 邀请蔡英文访美 而是众议院院长的话 这个是更大的突破 众议院院长 你邀请蔡英文访美 必然会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这个是第三个层级 比第二个层级还要严重 第一个层级是过境 第二个层级是民间 那第三个层级是众议院的院长 还有第四个层级 美国白宫放行 蔡英文除了在美国 众议院发表演讲以外 更重要的 演讲完他转到康奈尔大学 以校友的身份 发表第二个演讲 这些时辰 各位想想看 我帮各位都排了 一个在三月 一个在今年的五六月 还有一个在今年的八月 那如果美国直接开放的话 就是九月 就是三月五六月八月九月 换句话说 这五个多月的热点 将近半年呢 将近半年的热点 一定会围绕在蔡英文 访美的问题上打算 不论你采取哪一种方式 固定也好 民间也好 官方也好 还有行政单位也好 还有学校也好 这些你把它加总起来的话 你可以看出三个事实 第一个 防美计划已经在进行 这个是经过外事单位的认证 说这个计划正在进行 小美琴 他会为这个计划来负责 就是不管如何 这个驻美代表 他所获得的权力是非常的大 他要一手安排蔡英文 一定要防美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中国大陆在这件事情 虽然会有反弹 但是美国越来越不估计 中国大陆的感受 那换句话说 当美国越来越不估计 中国大陆感受的时候 那蔡英文的防美 就会水到渠成 坦白说 就是美国民主党加 共和党两党高度一致 要邀请蔡英文防美的时候 行政单位是扮演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 那毕竟 像去年 陪洛西老太太来 美国还会对台湾施压 请台湾撤销 邀请申请 台湾也乖乖的 听话了 撤销 邀请申请 但是 陪洛西老太太 她还是要来 执意要来 那执意要来 台湾是被动接受 台湾不能拒绝客人 她没有直接的拒绝 陪洛西老太太来 还是以欢迎的方式来接待了 陪洛西老太太 这个时候台湾是被动的 那这次蔡英文防美 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都主动 过去还有主动跟被动之分 那现在呢 双方都主动 就证明这个问题 已经不是出访的问题 而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 过去美国限制 李登辉也好 陈水扁 马英九 或者蔡英文 都是做限制 那限制是什么 你可以过境 但是过境的地点 需要美国的同意 美国对你不高兴的话 就跟陈水扁 那一次全球迷航纪一样的 美国希望他降落到关岛 由关岛再到美国 陈水扁不同意 所以他向西非 那看这些例子 就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第三个的 非常重要的结论 就是说 当美台关系越来越稳固 或者朽固的时候 美国越来越打台湾牌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的反应 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 应该比陈洛西老太太 还要来的强烈 加上最近美国 他在南海 他在东海水域 美日韩三方军型军演 南海军演 总共有两大军演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这两大军演的规模 从2019年以来 是极为罕见 他说明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美国 现在 他联合了他的盟友 对于台海周边的水域 他非常的关切 虽然他不便直接进入 但是至少有日韩澳 或者是 其他国家的船舰 进出这些地方 从美国的顾局 加上蔡英文的访美 加上双方的主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三月以后 一直到九月之间 台海政局的动荡 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